嗨 大家好 欢迎来到花吃小妹 我是花姐 本期我们继续来分享好吃的 我们一起来拆箱看看 哇 打开是两罐 什么好可怕呀 是大大的蝎子 能吃吗 看 这还有调料 辣椒粉 还有刀叉都给我准备好了 哟 还怕呀 看他今天要吃蝎子了 怎么办呢 黑蝎子 椒盐味的 哇 先打开一罐 看看 哇 还全密封的呢 哇 这蝎子不是有毒吗 居然还能吃 夹一条出来给大家看看 大家可不要被吓到了呦 哇 大家看看 这蝎子的钳子上还毛茸茸的 有没有看的 非常轻松看 看着就好怕 我怎么吓得了嘴呢 来 导演 来盘子 全部夹出来了 给大家看看 是不是像活的呀 你看这屁股这地方 它翘着呢 但是它好黑呀 今天我给大家买的这个是黑蝎子 也称帝王蟹 大家看着它像不像从霉堆里面 钻出来的龙虾呀 非常像 对不对 看这钳子 咯噱咯噱咯噱就很像 哎呀 我也是好奇呀 才买了它 但是呢 有点不敢吃 这又有点不甘心 如果不吃的话 我买它我就不知道什么味儿了 吃它吧 我又有点害怕 我还是勉强吃一点吧 来来来 这还有蘸酱呢 哇 红红的辣椒面 哎呀 吃一条小腿吧 啊 闻得还挺香的 来挑个钳子 蘸点辣椒面 大家听着声音 脆脆的 感觉咬起来里面是空空的 嗯 它这壳啊 好硬啊 哎呀 刚刚辣椒面赞多了 我喉咙里全部都是辣味儿 嗯 好像有一丝肉呢 嘿嘿 大家看到没有 这白白的就是肉 咬这壳感觉好像是在咬龙虾钳子呢 哎呀 你说它脆吧 这壳还咬不开呢 大家看我这使劲的样子 哎呀 有一丢丢肉 吃这蝎子啊 我不太会吃 可能样子不太文雅 这么一坨小肉呢 哎 闻得还是油杂的味儿呢 我还以为啊 它没有肉呢 没想到 真有肉 哎 像什么感觉 口感的话 好像是在咬火腿的感觉 但实际上呢 这肉啊 咬在嘴里啊 细细绵绵的 还不错 还有一丢丢香呢 据说啊 这蝎子还是高蛋白的呦 非常的有营养 但是呢 如果是过敏体质 或者说对高蛋白过敏体质的朋友啊 还是千万不要尝试啦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 胶原蜂味的黑蝎子啊 就给大家品尝到这啦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和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哎 来来来 拜拜 你们怕吗